台中市民怒吼抗議 立假稅掌服全國之冠 林佳龍下台 林佳龍下台 台中市議員號召上百名民眾聚集在市府廣場 為的就是要抗議立假稅掌過頭 要求緩征 土地並不是拿來做買賣 而是自己做來自助 很多地主都漲到 剛剛有人說五倍六倍 不只我很多地主都碰到 一百五十倍兩百倍 三年調漲一次的地價稅 經過實際成交價和土地限制評估後 台中調漲幅度為六度之冠 高達百分之三十八點二五 其中又以南屯區調漲最多 有市民拿到地價稅 從去年十六萬變成一百三十三萬 都傻眼了 陸屁根本是變相加稅 抗議過程中民眾一度想闖進市府內 還好警方圍城人牆擋在中間 下林家人下來了 下人家人下來了 下人家人下來了 下人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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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合理的漲價 只是要拿來 弋補你的財庫虧損 議員表示許多土地都是自用 並非買賣做營業收入 有地主罵說要賣血才夠缺錢 加上地價稅高漲 也會反映在租屋甚至售價上 到時候受害的就是全台中市民 稅務局長陳鏡雄也親自抵達現場 和抗议民众沟通 有关地价税课征 各项的课税要件 包括期间对象 或者是减免办法这些 都是法有明定 地方政府事实上 没有任何的权限 最后由局长收下陈情书 承诺会将问题向中央承报 才结束这场抗争 董新闻综合报道